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通过学习react的生命周期函数 借助了componentdeedmont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进行了阿甲克斯数据的请求 但是呢 实际上我本地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接口 所以呢 获取不到接口里的数据 那么呢 其实我们请求这个接口的时候 接口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404 在前端开发的过程之中呢 实际上我们和后端是分离的 也就是我们需要在本地 进行接口数据的模拟 这节课呢 我来教大家使用Charles这个工具 来进行数据接口的模拟 首先呢 大家来看 我们说的Charles这个工具 长成什么样子的呢 它长的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陶瓷花瓶的一个样子 它的英文名称叫做Charles 大家呢 可以到网站上 去下载一下Charles的安装包 无论是Windows的用户 还是Mac的用户 都可以去使用Charles 安装Charles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过程 所以呢 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 这个安装的流程了 你只要下载好安装包 一步一步的安装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直接来看 当你安装好了Charles 页面长成什么样子 Charles这个软件的界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很简洁 这有一个扫吧 你可以点击一下 就可以把左侧的一些内容清除掉 然后我们来讲Charles 它的功能 我们之前呢 写了一个to-do list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去访问 Localhost 3000端口下 API to-do list 这个路径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个路径会返回一个404 也就说什么呢 我这个Localhost 3000 这个服务器上 并没有API to-do list 这个接口 那么我在做前端开发的时候 没有这个接口的数据 我就需要自己去模拟一下 这个接口的数据 这就是我们说的前端数据的Mock 或者说前端数据的模拟 现在呢 我们前后端开发都是分离的 所以呢 前端在开发的过程中 这些接口数据 要我们自己去模拟一份出来 那怎么模拟呢 第一步 我们先在桌面上创建一个文件 我们呢 打开一个中端 然后呢 进入到桌面 那Windows的同学会很简单 你直接在桌面上 右键创建文件就可以了 Mac的用户呢 大家可以用Touch这个命令 在桌面上创建一个文件 我这个文件呢 就叫to-do list.json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桌面上 就会有一个 to-do list.json 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在to-do list.json里面 去写一些代码 我们写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呢 写一个del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写一点内容 写一个le ok 再写一个imoke 保存 这就是我数组的内容 然后把它关闭掉 我希望呢 当我们去发送请求 刷新一下to-do list 然后我们打开network 我希望当我去发送这个 API to-do list 这个请求的时候 能够把我桌面 这个模拟数据的文件中的内容 返回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借助 Charles这个工具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Charles工具 我们打开 它的菜单栏 里面呢 有一个truth 这里呢 有一个功能叫做 map local 我们点击map local 这里呢 它现在是一个空的内容 我们呢 可以增加一条配置项 我们可以这么写 当你访问http协议 localhost这个域名下的 3000端口下的 我们来看我们的路径啊 API下面的to-do list 所以呢 在这个path里面 你写一个API下面的 to-do list这个接口的时候 大小写 我们确认一下 是小写的没问题 那呢 我们让这个Charles 帮助我们去 把这个请求 代理到哪里呢 这里 local path 我们可以选择truth truth呢 我们可以选择桌面上的 这个to-do list.json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OK 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 要把这个enable map local 前面的goal挑上 同时呢 把这个location下面的 我们刚才配置的这个项目呀 也给它选上 选上之后呢 我们点击OK 然后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 我们想要的效果就出现了 它输出了success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to-do list 点开preview 大家看 这个接口返回的数据 就变成了我们文件中的数据 是不是很神奇啊 好 chars这个工具 它的功能就是什么 它可以抓到我们浏览器 向外发送的请求 然后呢 它可以对一些请求 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 它看到我们的请求 请求的是 这个地址 而呢 它有一个规则是什么 它的规则是 我们打开这儿 只要你请求这个地址 我就把桌面的一个文件的内容 返回给你 所以呢 chars 其实就是一个中间的代理服务器 它呢 可以抓到我们浏览器的请求 如果有些接口 需要我们模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chars里面的这个mapLocal的功能 来帮助我们实现本地前端接口的模拟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模拟出了数据 同时呢 我们的to do list的代码里面 也能去获取数据了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就可以继续去写我的代码了 在这里 我可以写一个 res.json 然后呢 我把这个代码啊 这么去写 console.log一下 直接打res就行了 保存 回到我们的网页 我们打开控制台啊 刷新 大家可以看 当组件加载完成之后 我发了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然后呢 我把请求的结果返回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请求的结果里面会有一个data data呢 其实是一个数组 那就好办了 怎么做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点开这个to do list 然后找到这个res这块 我把res里面的data打印出来 保存 再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诶 这个时候 你的接口里返回的内容 就被我们打印出来了 但我们希望怎么样呢 我们希望呀 获取到接口的数据之后呢 把这个数据作为 一个个列表像 显示在这个to do list之中 怎么办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大家来看 如果我想改变页面 我只需要改变页面中的数据 那列表中的数据都放在哪呢 是不是都放在list里啊 所以在这里 当你拿到了数据之后 你要干什么 你要用this.set state这个方法来设置数据 还记得吗 这个方法 我建议大家尽量的填写一个函数式的这样的参数 它呢 return一个内容 return什么内容呢 我们说list里面 让它返回什么 让它出使值是这个res.data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我们呢 回到页面上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很神奇 我刷新一下 页面上呢 就会有三个内容 我再往里添加 abc 依然可以往里加 def 可以加 我删除掉 例imoc 没问题 然后我们看控制台 也不会报任何的错误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页面 加载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 阿甲克斯请求数据 然后呢 把数据拿到了之后呢 我们把数据挂载到页面之上 这就是react之中 如何发送阿甲克斯请求 如何让我们的组件和请求 建立关系的一段代码 那相信呢 大家学完了这段代码之后 也应该知道react之中 怎么去发请求 怎么让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组件 通过setState做关联了 当然呢 这个代码其实写的还不够优雅 如果呢 我们说这里一个函数返回一个对象的话 你没有必要去写这么多的return和外面的这种花口号 直接呢 把这块干掉 换成一个小口号的写法就行了 我们重新来写一下 把这段清掉 小口号表示return 在这里呢 我们返回list list是谁呢 res.data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 其实你应该把res.data打散 然后呢构建一个新的数据来传给list 这样是一个最好的写法 因为呢 它可以避免一不小心 你把res里面的data数据做了修改 造成的这个不可预知的数据的改变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建议大家这么去写 当然呢 你现在写成res.data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这里呢 只给大家去写一个最佳的实践 好 那说到这儿呢 关于这个数据啊 到底怎么去用的问题 大家呢 现在你怎么用都可以 在后面写项目的时候 我会带大家用目前比较先进的一个数据管理的框架 叫immutable.js 到时候呢 我们用这套框架去管理数据的话 就会非常的安全了 保存好代码啊 我们再到页面上 刷新 然后填写A B C OK 删除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这节课呢 我就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在react之中 发送阿贾克斯请求处理返回的数据 同时呢 我也给大家讲解了 在react的开发过程之中呢 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叫做chars的工具 来实现本地数据的一些模拟 好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